面向辽阔的海洋 接纳包容各方文化 一海而居 心向远方 随浪远行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近些年来 海岛旅游十分流行 人们不仅是被海洋的美丽风光所吸引 更是想领略一下海岛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 的确 很多海岛因为它远离大陆 所以它保留了原汁原味自成一派的风俗文化 不过在我国的海南岛却恰恰相反 仅仅三万多平方千米的岛上 你可以领略到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风情习俗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海口北部坐落着一片规模巨大的独特迹象 这就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成型的海口商贸区 岐楼老街 历史上这曾经是南洋货物最重要的集散地 许多海南人也是从这里踏上了床南洋的谋生路 六十多年前林林鼎的祖父一个一无所有的万营老渔民 带着十三岁的儿子 就是穿过这一片七楼 从水巷口老码头上船 一路漂泊去了马来西亚 从小就很自然地就知道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 我们属于是华人 我们的老家是在中国 因为妈妈这时候就从小就用海南话给我们说 教我们 我们是哪里人 哪个村 哪个乡 哪个镇 像歌谣一样唱给我们听 在中山路的这座骑楼上 第三代侨民林林鼎的邻居马来西亚餐厅 已经开业三年了 他还记得1999年第一次回国前 父亲嘱咐他 无论如何要去看看祖父当年带他上船的地方 那一年 走在中山路上 林民鼎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感 这里的七楼和南洋各地随处可见的七楼如出一辙 上世纪二十年代期 在异国打拼出一片天地后 早年闯南洋的穷级华侨纷纷叶落归根 带着毕生的血汗前回到故国 作为全岛最繁华的开放口岸 当年的海口成了他们投资商铺的不二选择 三年来 林民鼎的餐厅已经远近闻名 年轻人喜欢来成仙 那些来自南洋的贵国老华侨 更喜欢来这里逛逛七楼老街 尝尝熟悉的老味道 南海丰富的海产资源 给予了海岛人自给自足的生活 不仅如此 因为面朝南海处于四通八达的海上航道上 所以也让海南人从很早的时候 就产生了向大海更远处探索的渴望 海南甚至成为了无数中国人远航故事的起点 带有明显异国风情的齐楼老街 就是他们千里远航落叶归根后的见证 而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 他们的开拓足迹也用一些特殊的方式被铭记 这是一条自秦汉延续至今的古老航道 从南海向西航行进入沟通印度洋的狭窄水域 马六甲海峡的北岸 就是马来西亚的历史名称马六甲城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所在 十五世纪正和七次下西洋 曾有六次在此停靠 今天的马六甲城 华人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这座山中国山是在进入这个荷兰人的殖民的时候 就来了一位明朝的遗称 他叫做李维京 他来到这里之后 他发现到这里的华人人口会慢慢逐渐的增加 死后身后要有一个安身之所 所以他从那个荷兰人的这个殖民政府那边 就买下这座山 从1685年开始这座山呢 就成为在这里老死的 主要是华人的一个安葬的 一个一山 中国山上共存有明代至今的一万两千多座华人坟墓 这座山上的墓碑 大多面向东北内陆的中国方向 夜晚来临 居住在本地的海南极华桥 纷纷来到位于机场街的 马六甲海南会馆 这里有浓浓的香情 自18世纪起 一批又一批海南化工飘洋过海 来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西亚 从事采矿和橡胶生产 凭着无比的坚韧与勤劳 他们不仅在马来半岛开枝散叶 还吸引了更多的海南同乡 来此共建美好的生活 来到马六甲 海南鸡饭是不能错过的美食 今天的东南亚 海南鸡饭早已遍地开花 当地人都知道 它起源于海南岛的四大名菜之首文昌鸡 20世纪初跟随海南移民通入东南亚 南洋人以海南门常白斩鸡的做法 配以鸡油和鸡汤烹煮的米饭 做成符合南洋口味的本土化鸡饭 海南鸡饭遍布南洋 但是把鸡饭做成团 却是马六甲独有的 传说因为物美价廉 当年光顾海南鸡饭的时刻 以下南洋的华工苦力居多 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坐下来慢慢品尝 于是并加贴心地把米饭团成囚状 方便时刻打包带走 漂泊万里 欣喜故国 却也能在陌生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可以说 海南鸡饭的演化时 与海南移民落地南洋的历程一脉相承 就像这条素有唐人街之称的机场街 在海岸对面的海口港 如今每年有几百万人次从这里进出 货物吞吐量超过千万吨 中年增加的货物和客流 让港口现场调度变得愈加汗芒 每到旺季 车辆和人流便蜂拥而至 给码头的安全运营带来了极大挑战 在整个十一黄金州 不管是领导还是职工 二十四小时吃睡都在码头 现场调度主人朱章仁 肩负繁重的任务 除了指挥整个码头的调度 他还需要清零现场 叫领客请往门口走 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解释 说话 跟他们司机领客沟通 所以每个人都是汗子中药 经赏着和胖大海来去上班的 近几年 港口引进大量资金 更新换代整个穷州海峡的船舶 目前增加到近四十艘 抗八级风的大船 极大提高了航运的稳定性 领客过海的时间也变得更快 从2013年过海的日高峰九千辆汽车 到2015年达到一万三千多辆 南海 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 今天 接海南岛每年就有五万多艘渔船前往作业 渔场和航道往往重叠 如此众多的船舶穿梭往来 在这个美丽的黄金航道上 这该是怎样壮观宜人的景象 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 航海都是和风浪危险相伴相生的 海南地处热带北原 是我国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最长的省份之一 在一年当中有八个月 都有可能有热带气旋登陆 台风的到来极大的威胁着航道的安全 那么在大自然狂风巨浪袭来的时候 谁是这条航道上往来船舶的护卫者呢 109度45分 东京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的海口基地 南海救101轮 承担着穷州海峡及其周边海域的海上救助艇座 这是一艘拥有一万四千马力的专业救助船 即便受塞船只身处台风之中 它仍有能力前往现场 凌晨四点多钟 顶着15级的台风开往现场 当时因为路程比较远 大概当时把海里左右 开过去就用了一天一夜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海是在你扣家板的上面 船是扎在水里 然后再开出来 再扎在水里 你所有的注意力必须要放在工作上 一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产生危险 在那个时候 我理解成是世界上 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去做这件事 为了帮助队员克服紧张心理 注重实战的训练必不可少 舰船上的工作人员 每四到六个月进行轮休 之后重新分配到不同的舰船 具有极大的人员流动性 对船长何润辉来说 他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去观察新来的队友 了解他们的特点 把他们安排在擅长的岗位上 以此保证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 一场模拟渔船遇险 几名船员弃船逃生的真实演练 正在进行 收到指令的何荣辉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立即赶往现场 只有将自己的技能 能够锻炼好 提升到一个高度 才能救更多人 能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 能够讲究一个团队精神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重要的安全 只有自己安全了 才能够保证大家 及其海上的安全 演练中船员们需要操作 收放艇 铁栏 打绳节 吊机等项目 他们需要以娴熟的记忆 赢得船长的认可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 不同的天气 水 那么要求每一个船长 带领它的团队 去了解 我们能做好的 就是保一方平安 长时间的工作 不间断的训练 意味着和家人聚少离多 每年 何荣辉将会有一大半时间 在船上度过 离家越久 思念越深 只有到达救助现场 全心投入救助的时候 他和队友才暂时忘记 对家的挂念 长达六个月的工作之后 这一天 准备回家的队员 继思念家人 又难舍一起生活了 半年之久的兄弟们 期待下一次的相会 然后回头 马上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 爸妈我在路上 到我第一次跑远阳的时候 我接触这首歌 那时候听着就感觉非常好 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正好我也是从远阳回来 当时我就喜欢上这首歌了 在人家危急的时候 我伸把手让人家安全回家 慢慢地回家 这个概念在我的脑海中 有新的一种诠释 这一天长城从海口市出发 前往木兰头 西部海域的整个的覆盖 包括通信和雷达 两部分都在这边 所以一旦信号全部断掉的话 对这边的航行安全影响 也比较大 木兰头灯塔 位于海南文昌最北端的海角 海拔97米 射程25海里 是目前亚洲最高的 现代化大型灯塔 距离国际航线近3公里 与大陆隔海相望 是海南岛东北部最重要的航标 长城来到这里 维修安装在灯塔上的雷达 成为这项工作的专家 要经过5到10年的历练 需要足够的耐心 台风造成的电力系统破坏 以及雷达老化漏油等问题 基带排查 过去超强台风 曾造成雷达战的 整个天线被吹掉 长城和同事们 不得不扛着设备 徒步穿越几公里 受阻路段去维修 他们此后及时改变监控策略 接入多部雷达 扩大覆盖范围 以便在情况紧急时 保证通信系统正常运行 夏天就暴晒了 太阳有时候连续的高温 你像这种地表温度 像这个位置 基本能到五六十度 一般干上十几分钟的话 头就开始晕了 因为有一个脱水过程 所以像夏天一般的 我们在外面作业 就是大概20到30分钟 就要进去里面休息一下 喝一口水 设在海口的指挥中心 20多人 24小时轮番值班 从雷达获取海面上 船吃的各种信息 环海南岛12海里的船舶 都能听到来自 指挥中心的航行警告 在我们下去所有的船舶 我们都要监控到位 提醒到位 避免事故的发生 安全快捷的海上航道 使这片海域的贸易 持续繁荣 今天跨越整个南海的 黄金航道 已是全球最重要 最繁忙的海上大通道 追求航道更高级别的安全 仍是一项极无挑战的工作 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是中国南部海区 唯一一支专业海上空中救助力量 沈嘉南从事飞行已有十年 做副驾驶寄来了五年经验之后 他终于获得荣生积赏的机会 成长意味着获得信心和承担责任 恶劣天气下的飞行 每一个判断都决定了生死 一天上午 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接到指挥部转来的报警信息 一场紧急的救援行动即将展开 接到任务的同时 人员也已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 目前我们暂时收到消息是待命 如果不受天气影响的话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搜救船需要十几个小时抵达的海域 直升机只要一个多小时 速度 良好的机动性和更广阔的视野 成为它的独特优势 十多年来 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一百多人的规模 由珠海 湛江 三亚 接阳四个飞行基地 配备五架救助直升机 执行各类救助任务 成功救助预险人员近千人 海面天气瞬息万变 机组人员不得不耐心等待 机长沈嘉南一直记得第一次 前往台风中心救援的经历 到了那个收救点 慢慢接近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雷暴 就是黑压压的那种低云 当时是觉得很害怕 在高度警惕的待命状态之后 行动终于开始了 我们做一个快速的协调 细节的救助 我们到飞机上再去沟通 现在是8点28分 距离航物报给我们的8点20分 已经过去8分钟了 东南方向90海里 如果本场回不来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去西沙备降 加燃油 然后等天气转好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好 那我们走吧 此时恶劣的天气 使飞机和船舶处在大风大浪之中 让石球难度大大增加 船只正在沉没 30多米的船 一个浪就直接把船 直接打沉浪 高空作业只能通过救生员的手势 来传达信心 脚车手随时把情况 汇报给机长 做出移动飞机的调整 我们那时候必须要 征换多秒的 把他救起来 我快他快 那就我们就可以安全了 靠一根电线出气的钢索 马克从飞机滑向到船上 他要收服等待救助的人 尽量保持有序 很少有人看到 他们背后的付出和危险 我每次出去救助 我通过家人发一条信息 我们的机救助 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打电话 我就一边走一边发信 我能够去救助 然后就上飞机走人 心里面是非常的满足 觉得这一条生命是 完完整整的 在我坐机长的时候挽救下来的 因为如果我们挽到 哪怕再多十分钟 他可能就没救了 越来越遍及的海上航运 使得更多的海南人沿着海上思路 去找寻新的机遇 一百多年前 前的时候要回去做这个路 给这个人们 十多年来 陈文秋把老家村里的路 绣到镇上 捐资为近三百个村庄 挖造水井 每年他都要带着家人回到海南 目前泰国有150多万海南华侨 其中不乏众多知名的企业家 他们成为家乡地区 和国家合作的重要力量 泰国海南会馆里 有着泰国最好的华文学校 每年资助成绩优秀的 华侨子女前往中国留学 形成强大的人们扭带 创办的初心 是为了海南的子子孙孙 如今 这里也向阿拉伯裔 印度裔的青少年开发 并不限于华校 我真的我想爱海南岛 是我爸爸生在海南岛 我的阿公在海南岛 我的真的是泰国 我的心 99%是海南 然而传统的海上航道 已经不能满足 高速发展的需要 陈文秋开始考虑 海南与泰国之间 加便捷的往来通道 陈文秋决定建起一条 曼谷道海口的航线 当时很多人最大的疑虑 是很难收回航线的成本 陈文秋却坚信 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我去谈了 跟政府谈谈了 五次 这时候 坏了 如今局面发生了变化 直航带来了两地新的繁荣 泰国和海南 两小时生活圈正在形成 千百年来 从以海为生的渔民 到庞大的政河团队 从中国瓷器 到伊斯兰商人 正是一条条鲜明 用血汗和智慧 凝结成的黄金航道 带着人们 跨越广袤的南海 把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 西亚 乃至东非和欧洲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今天 黄金航道 连接成的地区间 强大的人文经济贸易有代 必将创造新的繁荣 文明 究竟诞生于自然环境的舒适富饶 还是严苛 这是很多学者 尚在争论和思考的话题 但仅从海洋文化来看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严苛的自然环境 的确激发了人类 更高的智慧和勇气 为了争取生存的希望 人类必须在惊涛骇浪当中 获取胜利 而正是这些逆境的挑战 使得人类焕发出了 勇敢和团结的美德 从而创造出了 如此灿烂的文明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